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烧功德灵 就是站在这个角度讲的 事实上你的功德灵没有烧掉 应该讲一念称兴起 你冻结了你的功德 功德是不会消失的 但是福报是会减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人缘会越来越不好 因为你脾气不好 所以人家就不喜欢你 当你有困难的时候 别人也不愿意帮助你 那你就会很失望 接下来看 达约三十六 看一百四十九送 比初发心已 于诸小菩萨 当起尊重爱 犹如师父母 对于初发心凡夫的菩萨 请看 对于做算是小小的菩萨 把小化起来 这里的小有几个意思 第一个 年龄小 第二个 心量小 第三个 功德小 我再讲一遍 一 第一个 年龄小 第二个 功德小 第三个 心量小 假如你已经是学佛了 发菩提心 就算看到后面的人 他才刚刚学佛 他年龄很小 他不懂的东西很多 你也要对他很恭敬 为什么 因为他也是未来佛 所以从来不要小看小菩萨 也不要小看心苗 或是心智般的小朋友 虽然他比你小 对不对 我知道华人常常都喜欢讲 哎呀 我吃的盐巴都比你饭吃得多了 不要这样 太傲慢 在菩萨道仗中 这个世界有恒河沙树人在修行 有在家住家 很多人都在修行 不要太骄傲 对 像心文师也是这样 我讲经 我也不会侵蚀你们 搞不好你们这里面就有佛菩萨来的 尤其是我讲妙法莲华经 或华严经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佛菩萨派人来听经的 对 他是来护持正法的 所以你自己修行 虽然很进步 但是对于初学的人 我年纪小的人 不要小看 为什么呢 因为在轮回转世的时候 搞不好他 你现在比他进步 可是下一生 他一发愿的时候 他功德力比你先大 先成佛 所以这是叫礼敬诸佛 请看经文翻过来 113页 让我今天讲完这一段 就告一个段落 比出发心的菩萨要懂得保护自己的善根 这个很重要 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好不容易累积了这么多功德 到了这么多茶杯 为什么茶杯要插几个洞呢 让它流掉很多水呢 不需要这样 要保护自己的善根 也要保护自己的身心 他说 余珠 横河沙树 无量无边 初发心的菩萨 都要像很虔诚 尊重 敬爱的心 就像你敬爱世尊 世尊是有一切智者 一切智者的 一切种智的老师 乃至于你对自己的父母都会很礼敬 现在 我以初发心菩萨为上手 领导一切的众生 对于其他 不管修得好 修得不好 或者是久修 初修 或修得快 修得慢的菩萨 我都应该对他平等心很恭敬 这个很不容易 假如不这样的话 你自己的善根很容易消失 我举一个例子 佛门里面 在大乘里面过堂吃饭 过堂吃饭讲 一切的众生都是平等的 所以以前传统的生团里面是 来寺庙吃饭 在家出家都平等的 就是说师父吃什么 那大家都吃什么 因为呢 道场是来自于十方的 你先听我讲的道理 那举个例子 在五台山文殊师利菩萨 就曾经来考验过一位住址 五台山文殊师利菩萨感应录里面 有一次就是这样 有一次七月做无哲大会 也就是七月大法会 所谓叫无哲大会呢 就是说那天法会来 不论在家出家 都全部呢都可以拖一份灾 这是在五台山的传统 在感应录里面写说 今天是无哲大会 七月十五的时候 所有人除了共生之外 在家去吃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个灾饭 对不对 然后呢 文殊师利菩萨呢 他就来考验一个住址 这个住址 那他变一个在家去吃吃 然后他就拿了很殊胜的三个苹果 很好的大苹果 说师父 师父啊 我今天要来共生啊 听说你寺庙里面呢 有一千多位僧众啊 我今天要来共生 我要供养你好吗 那他师父当然很高兴 他说善哉善哉 女居士你很难得 这么发心 你带水果来 结果师父一打开 哎 糟糕了 三个苹果 这么大个 他心想 我全寺庙有一千人耶 那怎么吃呢 请问要是你 你怎么办 自己吃吗 还是偷藏起来吗 不行啊 这个女居士说要供 全部的住家众啊 那这位住持真的很有智慧啊 对不对 很有智慧的意思呢 就是说 好 没关系来 留下来啊 待会一起供佛上供 说完供以后呢 然后呢 你来吃饭 到后面你吃饭 结果他转个头 这个住持真的很有智慧 他叫呢 自己的侍者来 把这个三个水果 把它压碎 压果汁 因为古代没有果汁机嘛 就用石头啊 把它敲碎 连那个果汁的那个 蜜肉啊 裹着蜜粉啊 水果啊 苹果也有那个粉啊 就把它敲 然后搅一搅 倒在呢 过糖 过糖是什么 传统里面吃饭 吃饭不是有倒水吗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还有大吃 吃完饭 还要倒一点水 把油啊 还有饭粒都吃完 他就倒在里面呢 全部过糖 所以一千位出家中呢 通通都喝到那个水 那喝完以后 我们就回向 对不对 对 沙多难 三秒三菩陀 居知难 对 愿今天所作一半 居主佛法 当唱完以后 他要出堂的时候呢 文殊菩萨突然就现身 善哉善哉 他就放光 罩着那位 善男子 善女人 善男子 你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助持 因为你有平等的心 他就看 哇天啊 刚才那个女居士啊 是文殊师利菩萨来的 在五台山里面 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应故事 他要教我们什么 教我们对一切众生啊 要有平等心 我们呢 对一切的众生啊 要有平等心 所以记得我以前住在 石头山寺庙的时候 对不对 好 师父吃什么 我们就吃什么 比如说发苹果或橘子 一个人就一个 橘子当然有大有小 可是重点是一个人一个 不会说呢 你居士一个 这是当家 给他两个 不可以 严格说 要有平等心 为什么 平等心就是你修 一切是礼尽诸佛 当然作为助持 跟当家师是很辛苦 我们一般都会希望 多照顾师父 希望他健康 不要生病 为众生多做一些事 可是这里讲的重点是什么 你要有平等的心 每一个人都要平等 不能说有人就吃得好 有人就吃得不好 这个他的重点 这样 因为这样 你才会生起一切的众生 都是平等的 这个叫华言经的 礼尽诸佛 那就说这些小朋友 他一样今天来参加法会 那小朋友也应该给他一份 当然小朋友呢 都是爸爸妈妈帮忙吃 没关系 好 再看经文讲 如世尊经中成说 请看113页第五行 世尊成说 我不见于一法 会障碍菩萨 及灭尽善根 就是说 我从来没有看到 比这个还更可怕的 什么可怕呢 就是傲慢心 写在旁边 你若不能对别人生礼尽呢 你就会有傲慢心 待会我会讲 我不见于一法 这里的一法 就是不可以有傲慢心 傲慢心会障碍菩萨 而且会灭除你的善根 若菩萨因为傲慢 就很容易起 称心 菩萨累积了很多功德 但是于百节 情修无量无边的善根 可是一念称心起 这个称心从哪来 跟傲慢同时生起 你的功德跟善根就消失 所以佛经才有讲 一念称心起 火烧功德灵 的确它是一个警惕 事故于一切的菩萨 应该起 尊重 犹如老师一般 在这里 你刚才会说 师父你会说 师父 那你刚才经中说 这里说是从哪里 写在旁边 小品摩合般若波罗蜜经说 注意听 注意听 这很重要 末法时代呢 有很多人很多人在修行 不论在家出家 那什么东西是最大的魔障呢 傲慢 我觉得我修得比他们好 我举我的例子 像师父讲经 我也要很谦卑 因为这个世界 有很多很多的大法师 南传 北传 藏传 藏传有很多伟大的人波切 法王 也都很会讲经 我讲我的经 可是我对别人呢 我也要谦卑 我也在努力 在学习 所以希望你们 不要拿新红士 跟其他的法师比 这样不好 这样的话 就没有人要来新加坡了 甚至也不要拿 新红士的法师 讲的话 去挑战别的法师 这样不好 佛门里面会吵架 会有党派 有是非 只要他讲的是好的 是佛的正法 我们都该生水洗 那为什么会有暗漫呢 注意听 人修行是这样 你自己越修越好 越修越好 你看 这个世界 只有我跟观世音菩萨 能沟通 这时候你最容易着魔 魔 魔就会利用你的傲慢 破坏你所有的善根 第一个 让你旁边人吵架 第二个 旁边人开始分利益 第三个 弄得你昼夜就不安宁 你就没有办法继续修行 你菩萨道就会有障碍 假如你这个人心很谦卑 对一切好人坏人都很平等 听好 连魔看到你 他就想 这个人太了不起了 我都没办法破坏他 因为你的心 平等心 坚固不动 所以这里讲 我写科派 理尽一切行者 就是要调伏自己的傲慢心 写在旁边 自私与傲慢 是修行最大的障碍 这没有写在经文里 这是我补充的 自私与傲慢 是你修行最大的魔障 魔不是指外面的鬼 魔最大的魔 是心中的傲慢 看不起别人 总认为自己修得比别人好 这种人会遇到很多的障碍 魔也会笑你 因为真正修行好的人 他心很谦卑 他会修礼尽诸佛十大愿 我上次说过 阴光大师说 看一切人都是佛菩萨 只有我自己是凡夫 其实阴光大师真正是高僧 假如你看一切人都是凡夫 只有我是佛菩萨 你记不记得 苏通坡跟佛印禅师的故事 佛眼观众生 众生都是佛 哥哥啊 你是什么眼观众生 看人家佛印禅师 是一堆牛粪呢 对 事实上你的心是牛粪啊 为什么 苏通坡就是被自己的傲慢给遮蔽了 虽然他很有才华 他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做官 做得最高的 但他最难降服的是什么 傲慢心 傲慢会产生所有的障碍 也会产生魔障 所以第一个 最大破坏你的善根 就是什么 傲慢跟自私 因为你常常傲慢跟自私 所以不如你的意 所以动不动就发脾气 所以经文讲 称心 称心 会消灭一切的善根 了解吗 我们要学习佛法 要累积很多善根嘛 要灿除很多业障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娇慢呢 所以谦卑一点 谦卑一点 好 再讲一个故事 就结束 以前 好 在皇教 有一个叫 他就非常的谦卑 他非常的谦卑 平常他是一代高僧 他也是讲经说法 可是他穿得都普普通通的 西藏传统上 任波切是穿得很庄严的 为了利益众生 可是他是一个伟大的大师 然后他就是很谦卑 他到寺庙参加法会的时候 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他就这样来 因为有人看着他 都破破烂烂的 就不太爱理他 因为庄严的法师 大家都愿意接吗 法会来的时候 他还是寄来 来了以后大家坐 他就坐在后面 坐在后面 因为他要来这里 寺庙讲经说法 可是没有人知道 法师已经来了 就坐在后面 然后他就想 奇怪我们今天 要讲经说法 整个帕崩嘎禅师 帕崩嘎大师 怎么还没有来呢 对不对 他就看了半天 然后奇怪 时间已经到了 对不对 然后就有一个 连友就说 有啊 我应该知道他来 他在哪里 他坐在最后一个 原来没有人给他椅子 他就坐在地板上 真的高僧是这样 然后他就被圣经说 圣座说法 圣座说法 圣座说法以后 说完以后他很高兴 当然很高兴 这个寺庙人就留他下来 留他下来以后 就跟大家一起住 对不对 然后有一个 很年轻的出家法师 是格西 很聪明 非常的有智慧辩论 他平常也会讲慈悲观 可是这个格西 称心很重 他就在打坐 打完 他讲完经 大家各自用功 有人回疗法 有人休息 有人诵经 有人打坐 那个格西就走到佛塔旁边 打坐 这样打坐 那帕帕卡大师 他有神通 他知道这个格西很聪明 但最难调伏的是 真心 他就开始去磨它 他就来 又穿个衣服 西藏冬天很冷 就把衣服这样盖起来 盖起来 走啊 他就按照绕塔 绕一绕 绕一绕 他就不依靠到格西面前 因为那个格西也认不住 因为他穿得破破旧旧啊 然后绕了 绕了 绕念三圈 我妈你别别哄 我妈你别别哄 绕了 他就这样 格西呀 对不起啊 您在这里做什么 你不知道吗 我在修慈悲观 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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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修慈悲观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然后他就继绕他 我妈你别哄 我妈你别哄 绕了三圈回来 格西呀 你是格西哦 我请教呀 你在修什么 你不知道我在修慈悲观吗 哦 他说 你的慈悲观是这样修的 哦 不好意思 擦大尼擦大尼 那你继续 他就在 继续 他就继续念 我妈你别别 他一共绕了九千 最后来 走过来 他说 起来吧 佛陀的慈悲观 怎么是这样修的呢 你的真心这么强 都不调伏啊 你虽然是贵为格西呀 你来生啊 还会不会做人 你都不知道啊 然后吓了一跳 他说你是谁 我就是刚才讲经做的 帕帮嘎大师啊 天啊 我平常都读你的经啊 我不知道啊 他说 你讲是一套啊 你是个格西 你虽然有学问 可是你做的是另外一套 为什么呢 就是这经文讲 看啊 你的真心很重啊 你根本没有调伏 你的心性啊 对不对 你虽然学问非常的多 真正佛陀的慈悲观不是这样 他说你知道吗 我就是知道你格西 我就是在你面前这样故意绕来绕去的 像苍蝇 就看你烦不烦啊 结果你还没有骂我 你不知道我在修慈悲观啊 所以下次老菩萨 从这个故事里面 不要动不动就跟他讲 不要吵我 不要吵我 我在修行 我在诵经啊 修行没有这么伟大 修行是真正在你跟人相处当中 你能够控制自己的心 我再讲一遍 真正修行是你在跟人与人相处当中 你要懂得控制自己的心 至于诵经念佛念咒拜灿 这些都是控制你心的方法 那你做了这么多 为什么你出佛堂的时候 你的心还是不能控制呢 假如你诵经念佛拜佛拜灿 应该很有效的话 你出来的时候 你的心应该像佛陀一样 很宁静 很慈悲才对吧 所以称心会烧掉一切的功德 所以各位联友不要乱发脾气 要修忍辱 那为什么称心会常常起呢 因为你心中有强烈的自私与傲慢 所以要学着理尽一切行者 好 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 好 请各位练习静坐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不要小看静坐只有几分钟 各位 若你去旅行或交游的时候 各位 你看到山上的水 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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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久了 你看石头都会穿一个洞 这个比喻是什么呢 虽然它只有静坐三五分钟 可是你慢慢练习 慢慢练习 慢慢练习以后 你的心的力量就会强 心本身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心本身也浩瀚如海 因为它不可思议 所以它广大无边 但是因为心很不可思议 假如心你不控制的话 心起了恶念呢 就像东南亚的海啸 那是很可怕的 心若起善念的话 中国都有句话 人定胜天啊 你心的力量若常常去训练 用在利益众生的角度上的话 心的力量可以为一切的众生 做很多很多的善法跟功德 所以希望各位要常常练习 我们六度波罗蜜讲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在座有些联友 也学佛很久的 有些也初学 都没有关系 可是你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有很多 其中就是你的心 很难调伏 很散乱 烦恼很多 恶念很多 这就是你为什么来学习佛法 为什么要来读佛学班 为什么要来参加共修 甚至静坐 当然成佛并不是那么容易 佛经过三大阿僧齐节 无量无边阿僧齐节 生生世世利益众生 在法华经讲 我们在地板所采的每一块泥土 你现在大殿是瓷砖 说佛世界每一块的泥土 都是释迦牟尼佛曾经流血流汗 救度众生而累积的功德 所以成佛是要很多的福德跟智慧的 所以也要有耐性 有些人听到佛法很殊胜 一听到成佛要很远 他就放弃了 其实放弃很可惜 为什么呢 你还是会面临生老病死的痛苦的 纵使你现在短暂的有大富大贵 纵使你想我不要去抢它 可是有一天面临生老病死的时候 你还是心里会很恐惧的 所以新的力量不可思议 希望大家要多多练习 好 请看下面的经文 请翻开讲义 第113页 第8行 昨天讲 要不要调伏自己自私跟傲慢的心 要尽力一切的修行人 修行人呢 有横河杀数这么多 请看113页 几二 不说他人过失 请看经文 一百五十颂 菩萨虽有过 由上不应说 何况无时事 唯应如实在 他说 菩萨在没有究竟成佛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有不圆满的过失 这里的菩萨包含初发心的菩萨 包括我们在座各位 我们都是初发心菩萨的凡夫 这就算你是登了地 出地菩萨 当然他的信念亲近的很多 他也成为圣人 可是在他这六道轮回里面呢 他还是要面临自己的因果报应 举个例子 中国安氏高大师 他修得非常好 可是他过去世呢 不小心呢 还伤害过一个众生 所以有一天呢 他走在菜市场里面 也是被人家一个扁蛋给打死 他自己也很难逃过这个过失 他已经是高僧了 他一样呢 很难逃过自己所造的恶业 他的意思是说 请看经文解释 若菩萨毁子行大乘行者 毁是毁谤 子是说别人的过失 说毁谤或说别人的过失 修大乘行者的过失 而且令得恶名 比如说令得恶名是透过传播媒体 或是起恶心用各种报章杂志 故意渲染 那这样的人呢 是不好的 为什么 你一生所修的善法 都一切会消除 乃至于呢 不能增长一切的白法 昨天讲过白 是指清静的意思 在这里就让我想到 多年前的慈激功德会 正言法师 他也没遭受人家诽谤 传播媒体就是故意要找他的麻烦 说多年前他讲一滩血的事件是假的 后来他发动了慈地很多联友 公开说明他自己讲 他是一个出家人 不会是说谎话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也打了一年的官司 最后呢 攻击他的人 就跟他道歉 那从这个事情里可以看得出来 佛教徒不要起恶心 故意毁谤别人 今天发生了两桩事 不是很好 我有一点点难过 我要公开的道歉 可能是我讲佛法 没有讲得很清楚 下午有一个联友 就打电话给办公室 为什么你把这个点灯给取消了 我想你们不要这样吧 你要知道吗 坐在你所有的义工菩萨 四十五位到五十位 他们都没有领薪水的 我觉得我昨天才讲嘛 新加坡人很爱complain 你就坐啦 我想我应该道歉 或许师父教得不好 这不是别人的错 不过各位联友 你要这样讲的话 你最好先来跟我商量 这个不是你的家 这是你的庙 你没有资格来批评别人 就算你今天要给凯因古寺 或给师父建议 你也应该注意你的态度 前几天不是讲吗 改变你的态度 没有错 你护持佛法 你有权利说话 但你不要忘了 每一个人都要尊重别人 注意听 并不是所有的联友都这样 几乎是所有的联友 大部分都好 也不知道是哪一位 所以我不需要都骂了大家 不过师父觉得这样的行为不好 为什么 这样会让佛教不团结 还有一个联友呢 爷爷呢 破口大骂来拍桌子说 他要为他后面的祖先点灯 那问题是 这个道场没有点灯的服务 那你为什么要强迫别人呢 他还骂办公室的人说 你们没有平等心 你讲这句话最没有慈悲心 有时候我在台湾 做MRT的时候 我也遇过 有人对我们很不礼貌 你的和尚都是骗财色名十岁的啦 你是乱七八糟的和尚 我说小姐 你讲话要小心 我没有得罪你啊 我做MRT啊 我也碰过基督徒 天主教对我很不礼貌啊 你是魔啊 我说 假如你是真正上帝的孩子的话 你不会这样批评别人吧 对不对 你这样的态度是很不友善的 我们佛教徒 我们刚才讲 我们不要对别人起称心 但是呢 碰到逆境的时候 心要冷静 看日本大地震 它给全世界最大的震撼是什么 他们很冷静 打电话还排队 你有看到照片吗 我想没有一个国家真的做得到 我想我们台湾都做不到 一定用抢的 那还得了 所以不要这样得理不饶人 你认为你对 那你为什么要来学佛法呢 你可以婉转的礼貌说 师父我不懂 我请教你 假如海音谷是没有这个服务 将来有没有可能 你这样礼貌的话 人家都愿意为你服务啊 我们又不是你 佛教的二十小时服务专线呢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哪位联友 我很希望你改天 亲自到办公室去道歉 忏悔 我昨天讲 要忏悔业障 你不要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就算你是为功德主 你为这个寺庙建设很多 你不是要礼敬三宝吗 对不对 当然我没有说我们是圣人 我们都为愿意愿意众生服务 可是每个寺庙都有不同的风格 你要尊重它 对不对 所以呢 不要这样子 假如你要拿新红色的话 去挑战别人的话 很抱歉啊 我以后就真的不来新加坡了 因为我觉得我来 告诉你真理 其实你却拿真理去伤害别人 举个例子 就像我昨天讲的 十个手指 对不对 十个手指都很重要 对不对 有时候假如我们 一个手指不小心沾到大便 我做错了事情 然后你就恨了个手指 可是你没有想到 九个手指也很重要啊 所以佛教徒感恩要从内心里 你知道吗 办一个法会是很不容易的 办一个法会也不是为了 世俗的利益啊 对不对 要动员多少的人 海印古斯呢 从第一次到第六次呢 他们都提供免费的灾饭 老菩萨们也想到很多上班的人呢 都匆匆忙了忙来 还没有吃饭 这是住持跟所有工作人员的悲心 也知道这个出租港离这里远一点 对不对 我有一次真的呢 就真的让我坐车 的确到市区里便宜远一点 可是比你去印度近嘛 我都从台湾坐飞机来了 那你还complain什么呢 何怕又没有叫你出机票 所以我觉得新加坡人 你很有福报身在这个国家 可是你若不改自己的心的话 来一生你会更苦的 所以我能够体谅 所以有时候师父也讲得很开心 让我讲一个段落 时间也晚了 所以你放心 我今天一定讲到九点二十五分就结束 然后就回想 因为我觉得讲太多 你不太会消化 师父讲了很多很多的例子 该听的没有听 不开听的像 心红是说的 没错是我说的 可是我们有录影带吧 对不对 假如你是很强硬的话 那我们就来强硬吧 师父见过很多人的 我见过文武百官 王公贵族 但是我想不要这样子 好朋友这样也会翻脸 所以我希望 假如对海英古寺的办公室刁难的人 请你写纸条道歉 我打个电话 会亲自来说声对不起 将来还有机会做朋友嘛 这个世界是很小的 好不好 但也不是所有的联友都是这样 我知道 所以我想师父也不要讲太多话 免得你觉得 我最后一天好再来被骂的 不是 其实很多联友都很虔诚 主办单位也很感谢 甚至下大雨了 对不对 你们都还是牵你条来文法 所以 师父是很感恩 只是我不太理解 为什么有一两个人要这么强硬呢 不要这样 这样子的话 你会失去更多的朋友 你会失去很多的同餐道友 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呢 你很拽很酷 那别人会比你更拽也更酷 那就不帮助你 其实吃亏的是自己 所以这一段讲 不要说别人的过失 假如你是好朋友 比如说你真的跟他好朋友 你可以说 朋友 I真的 love you so much May I give some advice please 我真的很爱你 然后我给你一些建议 那你这样的讲话 其实你的好朋友 可以感受到你的心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来找茶的 你不是来找麻烦的 了解吗 我再讲我一个例子 我有一次搭捷运的时候 可能有一个人也是啊哒啊哒的 他可能呢 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他失去了他的先生 发生的车祸 所以他跟任何人都不顺眼 那也很奇怪 那天我就坐着MRT 来到商业经济社去上课 那座位都挤满了吗 只有一个座位 那师傅呢 我就坐下去 结果呢突然就跳起来 你这个和尚 你骗我钱 你跟我男女关系 我说天哪 我也没有那么帅 我怎么有跟你男女关系 他整个车厢都这样看我 全部都这样看着我 我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说 施主你有点误会了 我并不太认识你 你说算了吧 你骗财神明 你和尚都是乱七八糟的 我说注意你的嘴巴 那时候旁边呢 有些人就觉得 很奇怪 你这个人对师傅很没礼貌 师傅不认识 结果有两个人走过来说 小姐你注意哦 你再住的话 我们按警铃哦 他就继续呢 然后就跳起来了 跳起来以后 我就去一直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想他要打我的话 就打吧 然后我就忍入波罗蜜 后来有两个男生 就把他架住了 就按警铃 警铃以后呢 警察就过来了 然后下车呢 我跟他到台北火车站 然后我一直念佛 我觉得这个人 他一定今天受了苦 没关系 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他 这一生 真的我没有伤害过他 过去是我不知道 对不对 好 那结果下车以后呢 然后他还继续摸 然后我走哪一条 现在就跟着我 我想关系应复杂 这时候你要教救我了吧 我走走 走了以后呢 MRT里面都有 Security guide 我就跟他讲 对不起对不起 后面这个问题要找我麻烦 我要上课 请你帮个忙好吗 他一转头 哎呀师傅 你不要在乎 他找每一个人都麻烦 没关系 我保护你 师傅你赶快走 去上你的课 然后他就把他架起来 对不对 他还要拿垃圾桶丢我 那旁边就觉得 这个人疯了 好 那我就说 我就一直念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 为他祈福 等我走了以后 我回头一看的呢 他还这样 噗 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 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 我不用讲了 这叫body language 所以不要做这个动作 为什么 你看我没有碰到你哦 你看 how rude you are 知道吗 对不对 可是那一天 老师说 我上完课的时候 我还帮他诵经回想 我跟观世音菩萨说 如果我过去生 如果我现在生 如果我未来生 伤害过他 那我忏悔 希望你救救他 后来呢 我留了个电话 那个Security Guy跟我讲说 师父 他的先生啊 发生车祸了 所以他恨所有的人 那他在这个节运呢 这个礼拜 其实任何一个人都像 他说他不但骚扰你 也骚扰牧师神父 帅哥他也骚扰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众生是很可怜 那你跟他计较做什么呢 对不对 你应该怜悯他 所以 师父这样讲 希望刚才 有做这样行为的人 你也不要生气 或许你很激动 你有你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 到寺庙来 应该要感恩 你有任何好的建议 要注意你的态度 其实 所有的工作人员 或师父 或是义工人员 都很愿意帮助你 Everybody try to help you 不过不要闹情绪 你还顶着呢 大和尚说 你最没有慈悲心 平等心 我觉得你要忏悔 不好 不要这样子 知道吗 所以 我们不要说别人的过失 我也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啊 那基督教 天主教 看到我就好像看到鬼一样 那没有关系 我们要修忍辱 了解吗 当然你有立场 可以在很宁静的心的时候呢 跟他表达 你可能误会了 可是呢 那我问你 下次你如果遇到别人 对不对 像师父这样传况怎么办 绝对跟他拼的 是吗 这样子就算你打赢了 也不能解决问题嘛 所以有时候 Security Guide呢 还是有它的功能的 好 请看经文下面 所以菩萨不要有意不意 就批评别人的过失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也不圆满 再看下面 世故诸菩萨等 虽然他的的确确有过失 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善根故 不应该明显的张扬 专人说别人的过失 何况是没有真实的 所以这分两层 第一 假如他没有 你不可以诬赖他 诬赖是很不好的果报 为什么现代人动不动 会被人家诬赖 其实是我们有时候 有意无意 也曾经诬赖过别人 第二个 就算你看到了 也不一定是真的 有举我的例子好了 不然举你的例子 举太多你很不高兴 举师父的例子 有时候我也去Galang 对不对 去精明佛学舍上课 我住在里面 我很少出来 有一次呢 师父也是出来 我们肚子饿了 我去买点心 突然在转角 有一个连友说 师父你怎么在这里 我说 你怎么在这里 被我发现了 事实上我什么都没做 他讲 怎么新红是会在Galang呢 我住进明佛学舍嘛 我不能出来吗 对不对 还有时候呢 我在新加坡 有时候我去Shopping Vivo City 师父你怎么在这里 我说你怎么在这里 不念在家里念 普贤行愿品 对不对 你不要看外向 我也会去Shopping 但是我买东西 是给我的上司 买东西 给我的爸爸妈妈礼物嘛 对不对 所以不要去看表象 你看不到人家的念头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说师父有师父的朋友嘛 对不对 那有人也大挣张 哎呀 新红是这么帅 旁边有没有美女啊 跟着他 对不对 现在不是美女 帅哥在旁边 他也会乱乱想 哎呀 真是欧弥陀佛 你看现在的人脑子在想什么 对不对 所以在戒律里面呢 就鼓励说出家众 若是跟在家居士说话的话 不要在单独房间 就算你没什么事 也会被人家误会 所以应该在客厅 假如你一定要跟女众讲话 除了谈隐私 那最好有三个人 佛为什么要制这些戒律 让人家避免误会 了解吗 以前佛陀在印度弘法的时候 外道是很嫉妒佛教的 因为他看释迦摩尼佛 太庄严带精进 所以他总是想找佛陀的麻烦 好 我现在讲一个故事 就是打妄语 有一次 有一个女居士 印度 她就被人家收买了 就要破坏佛陀 她真的是起恶心 然后呢 她就把肚子成成大大 里面是一个木桶 木子 然后把她绑起来 然后趁着释迦摩尼佛 在讲经说法 她说救命啊 救命啊 释迦摩尼佛 欺负我 欺负我 然后佛陀不讲话 因为佛陀知道这个人的因果 他说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有一群人跑进来 他说你知道吗 释迦摩尼佛 虽然讲经说法 他跟我有男女关系 你看我肚子的娃娃 就是他的 哇 那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 佛陀怎么会做这种事呢 佛陀没有讲话 可是这时候 第四天有神通 大凡天王也知道 他知道 这个人 女生颠倒 收了人家的钱 是来毁谤佛陀 那他要让这个真相揭发 怎么办呢 大凡天王有神通 突然变着一个小老鼠 啾啾啾啾啾 跑过去 然后爬到那个女生的这个腹部 衣服的地方 一咬 咚着了 木桶就掉下来了 结果一讲完 他吓了一跳 佛陀也没有讲话 大家看着佛陀 最后呢 第四天跟大凡天王说 说谎佛陀生生世世 常修清净犯恨 所以成为尊贵的佛陀 你这个女生啊 颠倒 收了人家的钱来毁谤佛陀 那一刹那呢 佛陀还没讲话 他前面呢 地狱就现前了 他当场就掉入火里面 佛跟他念 南无佛 南无法 南无生 佛还为他住院 然后弟子就问他说 为什么这样 他说这个人啊 被利益啊给冲昏了心 会多五百万阿森奇节 都在地狱里 那他人就问他 出来怎么办 出来以后他会做残障的人 瞎了眼 瞎了鼻子 还断了手 然后呢 还会很苦 再受五百事 然后五百事 五百事 五百事 三个五百事以后 他会遇到下一尊佛 他同样还是毁谤 下一尊佛 说跟他有男女关系 可见 你看 佛陀本身是亲近的 当你生了烦恼的时候 你都可以拿着鸡毛 当另见的 所以现代的传播媒体 很不好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为了卖点呢 都会渲染 所以各位啊 不要看电视吧 少看一些电视吧 看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不对 多看一些佛经吧 多看一些法师奖的DVD 所以这里讲 假如他就算有恶 这里 事故诸菩萨等 虽有过恶 要懂得原谅别人 请写在旁边 Forgiveness is the first step of practice on the compassion 我再讲一遍 Forgiveness is the first step on the practice of the compassion 原谅别人 原谅别人是修慈悲心的第一步 不要得礼不饶人 就算他做错了 你也应该原谅他 我甚至不客气说 有很多连友当场来见我 也谈到他很多老公 到中国大陆去 也有二奶跟三奶 然后他说师父怎么办 我觉得原谅他吧 假如你真正爱他 你就跟他谈 师父没有很鼓励人离婚 可是我觉得 现在社会关系变了 假如你的老公飞到中国 那请问 你愿意喂他 而飞到中国吗 你真正爱你的老公 你就应该一起 跟他同甘共苦 其实你的老公 在外面 其实也很辛苦 是不是 当然了 男人也有很多 不同的男人 我现在讲是说 你转变怎么自己的心 你就跟他谈 你到底是爱我 还是爱别人 假如你爱别人 那这样好吧 我祝福你 你往前走 不要呢 你一个在这里 你一个在那边 表面上你们两个是夫妻 可是两个都犯邪淫 或外遇跟劈腿 我觉得两个都很苦 那为什么你不原谅别人 假如他真的愿意为你回来 你就欢迎他回来 新加坡 对不对 你只要好好努力 一定有工作的 没有的话 也可以到印度尼西亚 或是呢 马来西亚 也可以到这个 澳洲 你只要肯努力 天无绝人之路 但要原谅他 假如你原谅他 他才会感动 原来我的太太 还是真的爱我的 我听一个故事 是我朋友跟我讲 现在我们中国 台湾呢 也有很多到中国去的 因为中国现在进步了 有时候为了工作 真的很辛苦 那有一个台湾的联佑呢 打电话给他老公 老公你好吗 我好想你哦 他在上海 我到现在没吃饭哦 哦真的哦 那我要不要空运宅配这个便当给你 不用啦 你照顾小孩子就好 其实我很想念你了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他讲话的时候 左拢右抱 两个美女 关了电话以后 走 我们去卡拉OK吃饭 这是我朋友告诉我的 我听了很难过 可见现代的人 为了钱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大陆的女生 有些很好 可是有些也不简单啊 我只能点到为止 对不对 他为了钱 为了身体 他什么事情都做 可是你想想看 我们是一个佛教徒 有时候 我们要原谅别人的同时 写下来 也要懂得保护自己 这样看经文 不阴险说 就算他有过失了 不要到处一直跟人家家讲 要原谅别人 请问一下 来我们修制他交换 假如你今天做错了一桩事 你希望人家原谅你吗 希望的警局手 假如你做错了一桩事 你希望人家也原谅你 警局手 挤高一点 让我看到你 对 手放下 对呀 每一个人都希望 英文讲 Please give me another chance 再给我一个机会 改过之心的机会 所以不要太得理不了人 对不对 当然你会说 师父有些男人 就是很 叉叉叉 剑骨头 我原谅了他三次 还是这样 以菩萨界来讲 以菩萨界来讲 任何人犯错 你都应该原谅他三次 因为人不是圣贤 有些人的小朋友 他跟你讲 妈咪妈咪 我下次不做 就转个头 他不小心了 还是把茶杯给打破了 因为他每一次都很紧张 那你重点就是说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茶杯打破了 以后可以买 你有没有被割到呢 你应该这样关心他 他就会愿意改变 而不是呢 OK You see again It's your fault Broken the glasses Next time you pay by yourself 他就没赚钱嘛 你还要下次他赔 那他会很觉得guilty 知道吗 就说一个小孩子已经茶杯打破了 你就骂他 你看都是你都是你 每次都打破 下次用你的这个钱自己去扣 妈妈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教他 你换个方式 没关系 Everything will be far 打破了就打破 尊管打破了你怎么讲 请问你 打破了东西你怎么讲 睡睡平安吗 是不是 然后你要注意到你又没有被割到 他已经很恐怖了 你要慈悲心去关怀他 所以希望各位要原谅自己 也要原谅别人 不要动不动得理不饶人 有一种人会很苦 为什么呢 请看经文 譬如王罪 如经中所说 有一个菩萨 清静活命 没有办法毁谤 可是呢 他因为跟一个达摩比丘 处得不太好 达摩比丘还没有出家之前 他有个太太 这个太太呢 就对一个菩萨比丘 很不高兴 就到处跟人家说 他曾经 做过很多坏事 事实上是没有 这叫恶意毁谤 毁谤了别人以后呢 结果不幸啊 当他断气的时候 就在七十节中 受泥泥的果报 泥泥就是地狱的果报 结果当他在七十节 静的时候 他投胎做人的时候 你看六万生当中 他生生世世都为贫穷的人 而且眼睛瞎掉 嘴巴也不能讲话 而且身上有很多的 皮肤病跟恶痧 这只是告诉你 毁谤真正的修行人 是有过失的 何况也不要毁谤一般的人 对不对 事故于菩萨所 假如菩萨有恶 或是没有恶 你都不要说 中国人讲嘛 引恶扬善 很重要 这是基因德 听好 功德有阳德跟阴德 什么叫阳德跟阴德 阳就是太阳的阳 看得到 这个人一积了功德 有很好的名声 大家都给他鼓励 而且得到feedback 这叫做基阳德 阳是想圣明 很有声明 什么叫基因德 就是为善不为人知 这叫基因德 为善 不用去炫耀 做善事 不一定要炫耀 这样的功德 阴德 比阳德 大 所以我们中国有一个话说 你们家很有福报 因为主上基因德 很厚 所以代代都很平安 中国人是这样子讲的 中国的文化里 很重是伦理道德 而佛法呢 也赞同 因为呢 福报会影响子孙的 同样的 假如你做了善事 而不要去炫耀 那个功德更大 但是注意听 注意听 做善事 不要炫耀 也不要故意执着 有些灵友 很奇怪 听佛法没有听很完整 对不对 就说好 不要执着 好 那我捐钱就写三宝弟子 很好 可是你知道 全部都三宝弟子的 庙里很难作账的 政府会觉得 你这个是骗人 通通都写三宝弟子 所以现在为什么 不但是新加坡 全世界 每个国家 security paperwork paperwork 都很重要 像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 凡事要我签名 我都要先问清楚 这是什么东西 因为签了以后 就有法律责任 了解吗 所以 当你做功德的时候 你就说 我某某某就好 哎呀师父不要执着 就写三宝弟子 你非常固执啊 做事很难办啊 写下来全部都是三宝弟子 当然你一定要写三宝弟子 也没关系啦 随便你 可是我要说 你要体谅别人 他们作账的人 是要有名字 名跟姓 还有你的ID number 那当然你就给人家嘛 对不对 所以 为善不欲人知 是讲你的心 但是不用刻意表现呢 写下来 不要标心利益 就是不要故意 跟人家不一样 你怎么这么麻烦呢 怎么那么变通不了呢 举个例子 就举我商业金社的干部 跟学生 我每个礼拜都会拜他 拜大悲餐 那大悲餐呢 我有一些改革 没有用传统的方法 所以在最后呢 我们都会要供花 供三朵花 我们在唱了佛号的时候 每个人上来供花 那有些连友就很欢喜 他要做供花的功德 当然很好 而且还很固执哦 只能供花 那我就问他 那水果你供不供 他说不供 我觉得很奇怪 那我说 那我师父布置得很庄严 有香花灯果竹 旁边我还买绿色的植物 布置像Zen Style 那他供不供 他说这就是树 不是花 哎呀 怎么会有这么难教的学生呢 就是他要供花 花没有错 供花代表菩萨六度万恨 得到菩萨的庄严的果报 而且这位呢 是女居士 他就是要向好庄严 我说你心 你的心很想要庄严 但是你的心 是不是有一点 太固执了一点呢 他说 嗯 师父我不管 我就是要做花的功德 结果我们做事的干部 也很徒脑 为什么呢 花已经太多了 我们还供灯 我们还供水果 对不对 那我问他 那你要不要供 冷气的功德呢 你没有冷气 你怎么办呢 他说 师父冷气 跟我没有关系 那我就问他 那你要不要供殿的功德呢 不 我就是供花 我说好 没关系 那你供 供完以后就跟干部讲 下次他就不用来吧 对不对 这样的众生是很难教的 知道吗 你想要供花功德 你应该讲 师父我想供花的功德 那花够不够呢 假如够了 那你就换其他的功德 写着拜大杯菜 所有都可以做功德嘛 对不对 香花灯果竹 水电瓦斯 Aircondition 对不对 那我问他 你要不要供麦克风呢 他就哼 就这样 就找了 就是这样 这样的众生 就像我想到地藏经讲 难言扶提众生 刚强难化 难调难浮啊 各位都送个地藏经 谁呢 就是你自己啊 难调难化 刚强难浮啊 不要这么固执 听好 固执会障碍你开悟 写下来 固执会障碍你开悟的 因为你的目的 就要让你的心打开嘛 英文讲 Please open your mind 对不对 你要有礼貌一点 就像你想做不同的功德 你可以请教寺庙的工作人员 跟执事人员 任何一个道场这样 还有每个道场都有 不同的规矩 跟不同的风格 先要尊重 就像你到世界各地 注意听 每一个国家 After arriving in the passport Airport 对不对 不是password After you arrive in any country's airport 你就要尊重那个国家 举个例子 日本 现在去日本 全部要按手印 你不按 他就不会给你通关 你说No How come It's my privacy 这是我的隐私 没有错 可是日本必须保护观光客 他开始建立制度 他要检查全世界的 terrorist 恐怖分子 所以现在他就要求你 一定要印印章 你不印 他就不让你进日本 可是日本的国家 你要去旅游 你就要尊重他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你到了美国 听好 连那个鞋子都要脱 我记得921 911大地震的时候 过了半年 我刚好有事去美国 去美国的时候呢 那时候大家都很紧张 你知道吗 check in是很严格的 对不对 要花两个小时 什么东西都要检查 连鞋子都要脱下 对不对 然后还要scan 对不对 然后有一次呢 我也去了 因为我刚好有事要去美国 那他们很紧张 就这样崩得很紧 然后呢他check 就全部check 慢慢来 那当然有些人也会有心不耐烦 然后呢 就会跟他发生冲突 那我觉得呢 我就念佛 然后去了 结果他说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say I come from the Taiwan 然后他checked my passport 他就叫我把长衫给脱掉 鞋子也脱掉 那时候有点冷 是不是有围巾 帽子 通通该脱了脱 等我脱完以后 只剩短挂 他说也脱掉 我说No How come I'm a religious person 他说yes you should take 然后我跟他说 Sorry Dear sir I'm too sexy 我故意逗他笑 意思是说 这是不可以的 我是宗教师啊 你不可以再叫我脱了 再脱就是呢 sexy underway啦 对不对 然后说 Oh ok Sorry sorry You only have one dress 因为他看到我们穿长衫 他要要求脱掉的 没有错 要体谅他 知道吗 因为这是他的工作 你发了脾气 也没有用 这是他的工作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体谅他 对不对 那该检查的就检查 你不要讲说 奇怪 你是不是racial discrimination 种族歧视 你看到我就很不高兴 不是这样 你要体谅他 安全检查 工作是他的责任 万一他没有检查 真的有一个恐怖分子 发了炸弹的话 那所有人都死掉的时候 你在complain 然后你家属 再叫他道歉 也没有用 所以有时候 要常常体谅别人 而不是责备别人 了解吗 那时候真的 他把我脱光光 只剩下 我穿短卦跟短裤而已 对不对 我说不可以的 只能脱到这里 是不是 然后他们就笑了 笑了以后 大家就不会那么紧张 一样所有东西都通关了 对不对 所以要体谅别人 而不是very critical 不要这么批判别人 我昨天说过 你喜欢说别人的过失 你喜欢挑战别人 你喜欢找别人的麻烦 其实 我觉得呢 最可惜的是你自己 请看 几三不舍菩萨万恨 请看祭诵 一百五十一诵 若人愿作佛 欲使不退转 事限及赤胜 意令生喜悦 下面 好 这里讲的不舍菩幻行 请看幻灯片 这里讲 你永远不放弃你的菩提心 跟菩萨界 各位联友 你归一三宝 归一 三宝弟子会过三规 跟五界 在印度是两个一起受 到了中国才分开 先受三规一 慢慢呢 你可以调伏你的心 受五界 五界以后 可能还有受八观灾界 一日一夜的八观灾界 也有终身的八观灾界 没关系 那也有一个叫在家或出家的菩萨界 受了菩萨界是不可以放弃菩提心的 因为你放弃菩提心的话呢 那是不好的 所以这一段讲 几三 就是发了菩提心 学大臣的菩萨道 纵使遇到生命呢 有考验的时候 你也不可以放弃你的菩提心跟菩萨界 请看经文 若有众生 已经发愿 要为了求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而利益广大的众生 那你呢 必须鼓励自己 让自己的道心不要退转 为什么会退呢 有很多原因 一 自己烦恼很多 二 就是外面遇到恶友 或恶的善知识 第三 伤害了众生 造了恶业 让自己神事不清楚 你也会退 所以假如有人很愚痴 因为贪嗔痴的烦恼 或是自捧党固 自捧党的话就是 就是呢 交到不好的朋友 就像现在的叫做 英文叫 Mafio 是吗 黑手党啊 或是呢 不良青少年 那这些呢 会让你去造很多的恶业 对